所以如果要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话呢 第一个可以看是说 如果觉得自己好像突然有很感觉到很激烈的愤怒或是伤心 就是忽然会发现有一些自己感受到很强烈的负面情绪 可是并没有办法讲 就是可能说真正了解到到底原因是什么 而且对自己造成困扰的话呢 这是可以是去看心理医师 就是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盲点 那第二呢 是如果发现说自己好像对自己以前喜欢做的事情都完全失去了兴趣 那这个呢也是有的时候呢 是抑郁啊或者是焦虑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绪上面的障碍的一个症状 所以当注意到 当有注意到是说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兴趣 以前喜欢的东西都没有 然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得到乐趣感的话呢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成为去看心理医生的一个原因 那第三个呢 是如果发现到是说自己会用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像是酒精啊或者是药物 甚至是性关系 来用这些来帮自己调解情绪 那因为这些呢都是非常负面的东西 那会对自己可能的生活啊 情绪以及他人造成的造成一些伤害 那也会产生遗憾 那第四个呢 是如果就是在过去啊 或是在近来遭遇到了一些创伤性的事件 像是可能在孩童的时候呢 被虐待或是受到一些 或是受到一些侵害 那或者是可能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 或者是可能是出去像是被抢啊 还是被绑架啊 像之类的 那这些呢都对情绪上面呢 会造成非常非常大 非常负面的影响 当真的发现是说 自己好像没有办法 能够走出来这样子的阴影的时候呢 可以寻找心理咨询师 能够来一起解开这些结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当自己最近有失去了 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或人 那特别是有的时候 像是新移民的话呢 就是可能从一个国家 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在语言上面文化上面 以及熟悉的环境 或者是朋友跟家人上面 其实都有所丧失 那这时候呢也是需要找 也是找心理咨询师 看是否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 然后能够来帮助自己 可能预防一些 可能会发生的抑郁啊 或焦虑的情况 这样子的东西 都可以再帮助自己 在一起 优优者 也不能再帮助自己 都可以再帮助自己 这时候呢 也不需要